五十会患癌,却活到112岁,竟因为他常吃这三种食物。赶快分享,告诉家人。 王阿姨是一位普通的老人,前些日子在张家口的家里办了喜丧。 他的生活并不传奇,但连癌症都打倒不了他。 五十岁的王阿姨患了乳腺癌,因病情发展,不得不切除乳腺。 他的丈夫跟他离了婚。他到晚年回忆说,他只想这一件事。 就是生活既然给了我活着的机会,我就要用我的时间来快乐。 为了防止癌症复发,他比以前更注重养生了,他的秘方有三率。 菠菜汤 王阿姨每天都要吃菠菜,菠菜有营养模范生之称。 他富含类胡萝卜素素,维生素C,维生素K,矿物质,钙质,铁质等,辅酶Q10等多种营养素。 也是维生素A6,叶酸,铁质和钙质的极佳来源。 因此,菠菜可以说是肺癌免死金牌,它含有多种抗氧化物,有助于预防自由基损伤造成的癌症。 每天吃一碗,菠菜可使患肺癌的几率至少降低一半。 菠菜 菠菜丰富的维生素含量能够防止口角炎、叶芒等维生素缺乏症的发生。 菠菜 菠菜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,具有抗衰老,促进细胞增值作用。 菠菜 既能激活大脑功能,又可增强青春活力,有助于防止大脑的老化,防止老年痴呆症。 菠菜 本草钢目中认为经常使用菠菜可以通血脉、开胸隔、下气吊肿、止可润躁、清理人体肠胃的热毒。 中医认为菠菜 中医认为菠菜性肝粮,能养血、止血、敛阴、润躁。 。 因而可防止便秘,使人绒光焕发。 菠菜 鱼,豆类等,比较适合肾功能不全的人。 。 西芹肉丝。 。 西芹肉丝。 其他的工具分别提示,灭抽,交易热毒这个口 驱风吏湿,除凡消肿,凉血止血,解毒宣肺。 见味吏血,清肠吏变,润肺止咳,降低血压,见脑镇静的功效。 常吃芹菜,尤其是吃芹菜也,对预防高血压,动脉硬化等都十分有益,并有辅助治疗作用。 芹菜可生食粮拌,荤素炒食,还可以做汤,做馅等,宜姜叶和精酮吃。 因为芹菜富含食物纤维,可以清理血液中的汁类垃圾,减少心血管的堵塞情况。 因此可以使致死性心脏病的危险性减少25%。 因为富含纤维素,芹菜也是肠癌的免死金牌。 它经肠内消化作用产生一种木质素或肠内质的物质,而产生的这类物质是一种抗氧化剂。 如果浓度达到一定的高度时,就可抑制肠内细菌产生的致癌物质。 而且它还可以加快粪便在肠内的运转时间,减少致癌物与结肠粘膜的接触达到预防结肠癌的目的。 因此,常吃芹菜可以预防癌症。 苦瓜炒蛋。 历史珍称其为一等瓜、苦瓜、苦寒无毒、降邪热、解牢乏、清心明目、意气、壮、羊。 说明苦瓜有贱皮开胃、清、热去鼠、鸣、木质力、粮、血解毒的作用。 。 近年来美国科学家发现苦瓜中含有某种生理活性的蛋白质。 将这种蛋白质注入动物体内能驱使动物免疫细胞去消灭癌细胞。 。 中国科学工作者还从苦瓜中分离出胰岛素23,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,为糖尿病患者理想的食品。 。 苦瓜中所含的类灰明蛋白可以杀掉癌细胞或其他不正常的细胞。 。 且苦瓜种子所含的蛋白霉抑制剂可以有效抵制癌细胞的侵袭与转移。 。 因此苦瓜是一种很好的抗癌瓜。 。 苦瓜的功效与作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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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苦瓜中的苦瓜素被誉为脂肪杀手能使捏取脂肪和多糖减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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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二、苦瓜中的有效成分可以养制正常细胞的癌变和促进突变细胞的复ändern。 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3. 苦瓜的维生素C含量很高 具有预防坏血病 保护细胞膜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提高集体应激能力 保护心脏等作用 4. 苦瓜具有清热消暑 养血益气 不慎健脾 滋肝明目的功效 对治疗利己 窗肿 中暑发热 肺子过多 结膜炎等病有一定的功效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